今天又入手了另外一款游戏机 Xbox Series S 这个就是游戏博主的热场 你看他讲 PS5拿来变这个 全马第一 我们要来对比 Xbox Series S 跟PS Hi 我是肯安 今天又要去开箱游戏机了 上一次如果有靠我PS5影片的应该都知道 那台PS5不是我的 是我的朋友的 我哪里有这样有钱的啊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 今天又入手了另外一款 全新 最新 新出的游戏机 那就是Xbox Series S 虽然不知道怎么来的 我也没有玩过啊 刚刚Tex我就马上冲着去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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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这样嗨 不要玩啊 哈哈哈 我也想玩 我现在是完全抱这个 第一次玩Xbox的心态去玩 然后阿爸你都会教我想玩的 OK 走吧 这就是游戏博主的热场 你看他讲 PS5拿来垫这个 哈啰 郁主要买饭板 没有啦 正烦的啦 上X回家啦 哈哈哈 来 再走再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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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转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 Xbox 的滇载 然后在我们开箱之前,阿宝有一些话,刚才一直跟我讲他想澄清的东西 来讲吧! 首先第一件事情,PS5不是我的 因为我在游戏路上认识很多高手 他们去购台贵手借我开箱 他想讲他不是王阿姨,只有一句话罢了 因为我的Instagram跟什么全部都讲王阿姨 OK,那今天这个Xbox也是我透过在一个群 在叫Xbox加全平台游戏主机里面找回来的 也是要非常谢谢那个group 就是他们提供这一台机器给我们做开箱的 其实不是我的,也不是阿宝的 我们都不是王阿姨 OK,现在就来开箱吧! 1 2 3 他包装很美! 很像那种影视里面的宝箱 哇!真的咧,转头耶! 除了主机,我们先看他要 在这边,然后这边他的手把 哦,controller power cable 还有他的那个HDMI HDMI,现在两个包装 大家记得PS5的controller嘛 就是圆圆润润摆摆摆摆摆摆摆的嘛 我们要试文特拆 WOW! OK我们先把它立起来看看 Modem的样子 欸它跟PS它不同欸 因為PS5是太多人知道它就是一個PS5 你想騙老模騙女朋友都沒有辦法 因為它就是一個遊戲機 但是這個你可以騙 如果我是不會玩遊戲的話 然後可能我男朋友扛一台這個回家 我就覺得這麼你要戴一個模就回來了 OK 它的外型呢其實你從正面看的話就是 這邊是放disk的位置嘛 然後這邊是它的USB 然後這個是它的logo 然後上面這邊是蠻特別的 後面的話呢就是它的各種port HCMI 然後還有USBport這樣子 這邊其實我還看到有一個叫Storage Expansion的東西 什麼來的 就啊你裡面主機裡面memory沒有了的時候 就是另外加給它 但是一定要用它自己本身的 OK 這樣我們開箱完Xbox Series X之後呢 就到了接下來的重頭戲就是 全馬第一我們要來對比Xbox Series X跟PS5 登登 就是這個玩家 等一下呢我們就要對比的就是 從外型才對比 然後Controller之間的對比 還有就是重量的對比 還有就是價錢嘛 之前我給大家看過了 所以我們還是大致上講解一下 它的外型就是有點像 有一點弧度的 Ladyship 它是我覺得成熟穩重 我覺得它們兩個都好配 一個黑一個白 看你啦看你啦看你啦 這個長灰塵的地方 我們現在是超多灰塵的 這裡是長灰塵的第一地方 你看到嗎它不是平平滿滿的 它中間這兩邊有龍槓的 也是 樓空 凡是樓空的地方都是收灰塵的地方 但是這個呢它Xbox它就是用MAC的 然後也比較不沾指紋一點 這邊進塵應該是蠻嚴重的 我跟你講也是誇張的 另外一點就是關於一個 我們剛才打橫打直放的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講其實如果你要這樣子放之外呢 它可以這樣子放的喔 它這個不是打 它這個是direct對不對 我這個要拆東西 才可以變成這樣子 你就多來一個步驟 OK 接下來呢 我們外型講完了 就到重量 數據上面我就放在這邊 這是它的KG 我會覺得兩個的重不一樣耶 它是集中在一個點重 你覺得哪個比較重? 肯定是PS5我覺得 我覺得它比較重耶 我們現在進入Controller這筆 所以 OK 到Controller啦 我手上這個黑黑的 嗚嗚的 就是 Xbox的Controller 這個白色呢 就是PS5大家應該認得啦 如果比厚度它比較厚 Xbox我忘記跟大家講 其實它是比較粗的 磨砂 這邊 還有LRButton 都是防滑的 但是 PS5是沒有 顆粒的 這個是平的 還有就是 Touchpad 這個是沒有Touchpad的 OK 剛才我就講到 我們不是看重量 我們是看價錢的嘛 但是他們兩個人的價錢 是一樣的 我要講選喔 Xbox就是新入口 還沒進過Console的人 完全沒有的話 就可以選Xbox先 PS5 因為省錢 不用買遊戲 OK 然後這個的話就要一個遊戲去買 所以就是有錢人 你就入手PS5 新人 入手這個 因為你可以省錢 玩了之後有錢的話 再買買它 因為小孩子才做選擇 當然是兩個都要OK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Touch Game去 這裡呢就是它的開機Button 試完了之後我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Xbox最震撼的地方 第一 畫面太景 為了成為強者 SeriesX最高支持4K分辨率 120幀的視頻輸出 反正就是畫面很美 遊戲很逼真的意思 但是 不是每個人家裡面的電視機都可以support到4K 就算可以 也很少支持120Hz 還自帶HGMI 2.1結果的電視機 而且喔 目前4K 120Hz的game少到 像是Xbox的話 也就是這款叫做ORI的遊戲支持罷了 二 機身上熱很強 風扇噪引我比PS5還要安靜 玩遊戲的時候 你手掌靠近機器頂部 你會feel到一陣微風 但是幾乎是停不到風扇噪引的喔 第三 加入了Quick Resume功能 比如說當你遊戲玩到一般有事情要做 你可以推出 當想繼續玩Game的時候 你右上角有一個叫做Quick Resume功能 一按 直接不用等 跳回去你上次停留的地方 速度很快一下喔 第四 Xbox有Game Pass遊戲 很多大型Xbox很少Game 其實裡面喔 它是內置了一個叫做Game Pass的功能 你按進去之後呢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遊戲可以選 到了就可以直接開始玩了 比如說Gears 5啊 Forza Horizon 4啊 Wrinal Fantasy XV等等 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喔 就會有新遊戲更新喔 總結來講呢 我覺得Xbox Series X這個性能 畫質都超級強悍 設計、質感、做工都很精緻的優秀遊戲組織 可惜的是 Xbox暫時是沒有可以自己獨佔的Game 機身無敵卻少了獨有大作 嗯…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隨機的遊戲吧